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1年5月12日周三晚上的8点25分 今天的市场那真叫一个惨 标普500里面只有36只股票上涨 纳指100里面只有6只股票上涨 报纸也只有区区的2只股票上涨 所以今天这个市场这么一跌 大家又慌了 这个车到底是上还是不上 一会咱们来聊一聊 同时今天市场的下跌 CPI数据的公布 这口锅它肯定是背定了 咱们来看一看关于CPI的数据 另外对于市场怎么看待怎么处理 今天我把我的持仓股里边一些 未来的持仓和加仓的计划 再进行一个更新 这样大家就能知道 OK我是到底是怎么去思考这个市场的 好 首先咱们在说今天的指数之前 还是不得不把这口锅拿出来 给大家背一背 首先今天咱们看到的是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暴涨 今天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最高的时候又是跑到了多少 跑到了1.7的位置上 当然这一切都是源自于 今天的整个的CPI数据的公布 4月份CPI数据的公布 咱们主要是看两个位置 第一个是看上方的 就是4月的CPI的年率的 为季度调整的这一个 这是指的所有类别的商品的CPI 4.2 显然非常的高 对吧 但是这个里边我们还是要看什么 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核心数据 就是核心CPI的这个数据 它也是达到了3% 这个3%是个什么概念呢 可能大家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这个3%它是12年来最大的单月的一个升幅 OK 核心CPI和上方的这个 普通的这个全类别的CPI 咱们原来讲过 区别最大的就是 上方的这个CPI包括食品和能源 核心CPI不含食品和能源 以前的时候咱们看通胀的时候 我们说美联储一直在讲说 由于食品和能源的价格的大幅上涨 导致CPI看起来很高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所谓的通胀能够普遍升高 而且认为通胀只是一个短期上升的过程 后续会有下降 但是这个4月的CPI在核心CPI的数据上 比预测值的2.3%也是高了不少 和前值的16%相比 简直差不多快翻倍了 所以这个数据一出来 是市场最为害怕的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的通胀不仅仅是在食品和能源上 已经开始传导了普通的其他的商品上 物流 运输 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说 一些基本的生活的需求等等 非食品和能源的也是一样在涨 所以市场担心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CPI一出来 市场就要跌了呢 因为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 认为美联储这边之前说的短期通胀 这个事情是不是不靠谱 是不是美联储在忽悠我们吗 但是咱们知道之前上个星期初的非农 看到的是就业情况依旧不乐观 一个是就业的不乐观 一个是通胀的飞速上涨 是吧 很多人会担心说这是不是滞涨 或者叫做工资收入不涨 但是物价频频的涨 这两端一拉开 中间差距越来越大 是不是先用这种恶性通胀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市场最担心的就是 美联储不得已 或者叫迫不得已 有可能再次要提及 是不是有可能会提前的缩表 或者提前的加息 导致市场对于加息预期的提前 加息预期导致的流动性收紧 流动性一收紧 导致市场整体的金融市场的 整个的资金可能会变得流动更缓慢 进入金融市场风险市场 股市的投资的钱就会变少 导致市场的买盘不够 那么市场认为估值过高 所以产生回调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逻辑 整体市场上 今天当然大家都是拿CPI来说事情 因为郭就今天他来背 他不背谁背呢 不管怎么样 市场是跌了 而且时间期国债收益率确实也是涨了 而且今天是飙升 这都是咱们能看得到的 确确实实的一些数据 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大家确实在资金的买盘上 又开始在担心 通胀的快速上升 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提前 好 那咱们说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郭也讲完了 咱们再来讲一讲 基本面上的一些事情 就是关于股市的走势的一些问题 基本面大家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那么你所考量的 如果你完全纯粹从基本面和估值体系 和对于目前整体标普的公司的盈利水平 咱们说过 如果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的公司 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平均的PE水平来看 显然是比自己的历史平均水平要高一些的 高的幅度从5% 10%到40% 50% 甚至有高出一倍的都不等 有部分的公司是低的 哪些公司是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是集中在那些什么 比方说有些大的一些科技公司上 有些大的科技公司 它的盈利水平由于增速比较快 所以它会在暂时可能看起来 它的PE比较高 但只要股价不动的情况下 过了两三个季度 由于增速上去了 它有可能PE就会下来 所以叫做相对合理 你不能看一个绝对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也是会出现一些什么 一些优质的和不优质的 严重高估的和不是严重高估的 但总体上来讲 在大幅下跌的过程中 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 哪些股票是比较优质的 哪些股票是属于炒的比较高的 比方说单日跌幅 比较大的股票 起幅比较大 涨的多跌的多的股票 通常都是大家在估值水平上比较担忧的 因为他们对通胀的反应作为明显 但是你看其实我们看今天的整个的市场下跌 你就从大的科技公司来讲 其实两三个点的下跌 对他们来讲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算多吗 其实不多 对于大的科技公司来讲 这些跌幅 他们在涨的时候可能涨的慢一点 跌的时候其实也跌的就慢一点 这个就是他们实力过硬的原因 实力过硬 然后也是属于优质公司 就是我们在配置的时候 你在去找的时候 在买股票的时候 市场下跌不可怕 市场下跌 拿着一些没有业绩的 无法证明自己通胀 证明自己的PE 证明自己能符合股价的股票 才是最可怕的 咱们这个观点说过很多次 所以还是那句话 市场在下跌 车又来了 这就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车 今天咱们说看看指数 指数 首先标普 今天是到了第一个回撤的位置上 之前一直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 也不下来 那么只是一些科技公司 大科技带动向往下走 大科技跌幅 比其他的在今天相对要少一些 所以今天你看标普中 一共只有36只股票上涨 大多数的股票都在下跌 那么它来到了第一个位置 合不合理呢 很合理 标普之前没动对吧 非常非常的合理 OK 那它还有什么 它还有两个地方可以去的 还有个极限位置 这个现在的位置 今天的指数的位置往下 再跌一个点左右 就能到第二个圈 再跌三个点左右 就能到这一轮3月5号上来的 极限的回撤位 这个之前讲过 大家可以翻译前的节目 所以 目前标普完全是合理的回撤 合理的跌幅 基本面上高估一些 那么技术面上进行回撤 合不合理呢 没有什么担心 对吧 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 市场跌 它就是跌了 但你现在不是到你说要去考虑牛熊的时候 现在还远没有到考虑牛熊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 真的到熊市来的时候我就来不及了 可能我再想走的时候走不了了 没有什么走不了的 因为你的布局 就是等它下跌之后才去进行的布局 它就算跌破了 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了 你的成本就是控制在这一段 你的浮亏本来就是你交易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说参与市场的投资 这是一个投入和回报 你要去算这个风险盈亏比的事情 没有人说投资是百分之百挣钱的 对吧 那是你的想法 但是市场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市场是客观的 市场怎么走 它怎么变化 我们只能去跟随和尊重尊重它 所以亏损和浮亏一定是你交易计划的一部分 你要知道自己在哪要止损 所以你有了这个计划 你说你怕什么呢 怕的是你没有计划 咱们也讲过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标普现在一样 考虑牛熊太早了 像这种跌幅 前面任何时候你都能找出来 每个月都会出现 是不是 你看每个月几乎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没有担心 不用担心 这是第一个 从想法上仍旧我的考量 首先说我个人的想法是 依旧合理的回测到好的位置做多 因为我等待的就是它的下跌 为什么我之前要减仓呢 之前我在高位减仓 可能还会有的朋友觉得 股市这么好一直上行 你减仓那是不是没有吃到更多的利润 利润和风险它是一个相互 高利润高风险 对吧 低利润低风险 你就是要找一个平衡 所以不存在前一天赚得完的事 所以之前才减了仓 减完仓干嘛 减完仓就等这个时候 既然它往下跌 好那就接着往下跌 跌了以后继续该下手的位置 我继续去下手 一会我会讲我的加仓 更多的加仓的位置 好这是第一个 标普这边很合理吧 第二个 纳指这边合不合理呢 纳指今天直接是把昨天的涨幅全部跌没了 跌没了是跌没了 目前马上到了第三个圈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下 今天的市场的走势 包括我昨天加仓的那些股票 其实你看 今天的指数的位置比昨天还低 纳指 但是很多的股票都没有昨天的最低点低 或者说刚刚和昨天的最低点的位置持平 如果你的股票在现在看到 比昨天低点的位置还要低一些的 那是相对有那么一点点的弱的 有一点弱的 大多数股票其实都还在昨天的位置上 或者在昨天的收涨的阳线之内 今天只是部分的回吐了 那么今天回吐比较多的 导致指数超出昨天跌幅的 主要是那些在昨天没怎么动的 没怎么跌的 今天是补跌 这才出现了咱们说纳指只有6只股票上涨 标普只有36只股票上涨 这是一个补跌95%以上股票在下跌的状态 导致指数是大幅下行 所以这里边跌是跌 看细节 跌的多不多 是不是有加速的迹象 昨天跌的多的 今天并没有继续往下跌的很多 继续没有跌的很多 只是和昨天的位置差不多相当的位置 好 这是几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三个圈圈 下面的第四个圈圈才是牛熊分界 才是牛熊分界 所以你要想布局的 第一还是那句话 选择的是优质的股票 即便你被套住了 你是作为长持的投资者来讲 你被短期套住了 未来回去只是时间问题 对吧 你损失的是时间成本 第二 如果你是拨断投资者 你压根不愿意承受任何的时间存本和损失 那么你就在资金上你要做出让步 就是要做出止损的规划来 真正的去了熊市 技术性熊市 你该止损就止损 任何中间的反弹就是你减仓离场止损的机会 那么至于到了熊市之后 你是不是要积极的加入做空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后面的事 因为熊市做多很难挣钱对吧 熊市做空也容易吗 也不容易的 因为很容易被嘎空和拉爆的 所以这里边也是需要后面我们再去考量的 如果进入熊市的话 我们再去谈论后面的问题 现在还早 所以一句话就是 车又来了 你又慌了吗 这个提问我问问大家 其实说到车这个事 昨天上了车 车哗就开走了 今天没想到这么快又来了一辆车 而且这辆车的车速更快了 但是你看的这个车是从远处飞驰而来 你非常的慌 其实我有时候不太理解大家在慌什么 你是说怕它车速太快 扬起了浮沉弄脏了你的皮鞋 谁还是怕吹乱了你的秀发呢 所以我个人从投资上来讲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的大起大落的市场 所以对于这种市场来讲 我看到的就是机会 我看的是机会 因为我在风险的考量上之前已经减过仓 而且把持仓成本降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一直在讲持仓成本 持仓成本的问题 现在你看一看 持仓成本这件事是不是变得比较重要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仍旧第三个圈圈 大家要做好一些规划 第四个圈圈也要做好一些规划 但是第三个圈圈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第三个圈圈这个地方 如果真是再守不住 那么市场的信心就会进一步的崩溃 就会更多的去滑向熊市的这种市场心理 指的是从情绪上它可能会下滑的更多 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好不好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关键 纳指这个位置就要看什么呢 就要看这些纳指里的公司 大科技公司能不能有效的 在市场稳住纳指100指数 然后等待其他的股票即便继续下跌 标普里继续下跌去回撤第二个位置 这是有可能会走的一件事情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说 那么昨天谈到的一个观点就是 目前认为股市有可能会进入高位震荡 这个箱体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 现在我没有办法确认 因为我需要先找到它的止跌的位置 因为我现在不确定它是在这个圈止跌 还是在这两个圈中间去止跌 我才能去找这个箱体的位置 而且箱体本身上沿和下沿要经过测试之后 你才能知道的 所以现在提前我是判断不了 它的箱体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的 但是为什么我会判断它是个箱体呢 因为我们说第一 上涨的动能它是在缺失的 再加上加息的预期后面美联储跌后面追赶 大家市场进入了一个博弈的状态 这种情况和之前的单边牛市 单边积极向上的走势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才判断它是一个高抛低息 相体震荡的一个过程 它不会走的太快也不会跌的太深 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判断 但是位置后面我们再更新 好吧 好 说到这就要赶紧来说一说 关于我的持仓的一些计划的问题 你比方说苹果 昨天你看咱们在123加了仓还说嘛 对不对 我们说加仓这个不是说抄底要高兴 或者说你没买到就要伤心 不存在的 而且昨天跟大家讲了 你应该昨天的收盘价位置 或者今天的开盘的位置 你不要着急去买 后面还有二次测试的机会 你看这不今天就来了吗 今天已经去到了122块7对吧 比昨天加仓的位置还要便宜几毛钱的 对吧 你的车票价比我还便宜 对吧 所以这个什么 等出来的机会 等出来的机会 对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苹果现在这么个走是这么个走法 怎么看 苹果是这样的 由于我的持仓成本 现在在118.5的这个位置上 其实还是一个浮应状态 无所谓的 所以现在我预计 根据目前的圈圈的预测 就是往下去走的这个空间和幅度 如果能到达第三个圈 甚至破位往下继续再扎的话 苹果我是有可能在这个位置能买得到的 110块钱到116块钱 我还会加仓哦 大家记住你看到我的规划是 市场在跌 我现在预计的是我的加仓位置在哪里 我还没有做出我要投跑的位置在哪里 还没有 对不对 所以加仓的位置 110到116 这是我提前告诉大家的 再次告诉大家了 这是我下一步要加仓的位置 也就是比我的持仓成本 位置要稍微再低一点点 然后加一加仓 因为大家知道我的仓位是很低的 我现在的仓位在20%多了 之前减完仓之后 20%多对吧 最近加上去以后20%多的仓位 三成都不到 所以对我来讲 我现在留着大量的现金干嘛 就是等它下跌 我就是在等待这个机会 所以它的下跌对我来讲我就是很兴奋 非常的兴奋 所以这是我正在等待的机会 眼看着就要到来了 我要的那辆大巴车又快来了 所以苹果是这么个计划 跟大家提前说一声 然后ISRG 这个地方之前812减的仓 后来去到了893对吧 财报之后 那没有办法太高了 太高了但是我也不追 因为我认为它是被高估的PE这边 所以我的预计加仓计划 还是在750到780没有变化 750到780 继续往下再多跌一点 我再去拿它 它也是长期的行业内的龙头骨 它的 说白了就是它的被套 也就是时间问题 而且现在我的持仓成本在574 很便宜 所以我根本就不担心它的机率下跌 这个位置加仓之后成本也才600多 仍旧有福音 所以没有问题 等待它下跌加仓 然后DHI DHI这边略微有一些变化和考量了 好 因为DHI今天包括HD 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其实放量和下跌跳空这个动作 都是比较剧烈的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走弱表现 走弱表现 这个走弱表现 尽管我们说它是在89到104对不对 我说年底的时候是这个价格 但在市场走弱 如果板块不再强势的情况下 今天跌了7个多点 那么我要做一些考量了 我之前已经减过两次仓 持仓成本在51块钱 但是现在的风险在加速 我要保护一下我的利润 这个保护利润怎么去思考呢 我会今天 就明天如果它开盘还能有冲高的机会 那么我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再减仓 继续减仓 因为我们说过要在89以下去买它 你才有机会才有盈利的空间 就现在的情况下 根据目前的估值和年度的一个 前瞻估值的算法 所以那么就继续去减仓 尽管现在我之前 现在减了1分之1后来 然后还有2分之2 那么我会把这2分之2里的仓位 再去减掉一半 再去减掉一半 然后等待什么时候呢 等待市场有再次破变圈的机会 去82.4和85的地方再把它买回来 再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的目标仍旧上看到90以上到100这个位置上 90到100这个位置上还是看这个位置 然后继续去降低它的成本 所以DHI这边有一些变化了 有一些减仓的考量了 那么至于怎么减 我看看今天明天的开盘情况 开盘情况如果能够反弹一些直接减 如果不能反弹一些非常的弱 开盘之后一个平开或者小低开 我也可能市价直接减掉 先减再说 先减为净 这个就是保护利润的一个做法了 所以这是因为它今天跌了7个点 是走的比较弱的 属于在近期的走势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路上行以来 没有出现过这种大跌 这是一个抛售的迹象 所以我要跟随一块做了 尽管季节性现在还是夏天 还有增长的空间 但是差价做出来 然后PayPal PayPal这边它的计划是这样的 由于我预计是想把它控制在200到211的一个成本 所以暂时我的持仓成本是在224块钱 还是一个福盈 但是我预计会在190到204去加加仓 如果它能给到这个机会 给到190到204再继续加仓 把我的仓位提上去 好 这是对于PayPal来讲 好 沃尔玛 沃尔玛做了一个调整 沃尔玛把我的加仓的位置进行了一下更新 进行了一下下移 比之前的位置低了一块钱 现在我预计加仓的位置在130到132.5 之前是133.5 我把它做了一个下移的动作 稍微往下移一移 移到一个更密集的筹码的支撑区域去 去拿消费 既然我们这么去思考 既然现在市场 你又告诉我要通胀 好 那我就拿消费品 我就拿消费必需品的股票 就完了 好吧 我也算是一个抵御通胀的过程 所以沃尔玛这边我之前还说过 因为之前减仓的比较少 只减了三分之一 后面加仓有可能还会加的更多 可能不止加这三分之一 可能会加三分之二 把仓位再继续提升一下 好 NVDA 这边怎么考量 NVDA加仓的位置 490到530 你看今天551了对吧 我昨天加仓的位置是多少 551块钱 对吧 你今天上车是不是跟我昨天的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不慌 你不要慌 所以预计加仓的位置是490到530的位置 我还会去做一次 还会做一次 但是有可能我这个挂单的位置 我是分批在里边去挂的 我在530的位置会挂的少一点 520以下会稍微多一些 490到520这个区间的位置会稍微多一些 去买NVDA好吧 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因为我的食仓成本现在在523.5 所以我这个地方基本上也就是在 我的食仓成本附近的位置 再去进行一个加仓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回踩力度 回踩深度也是不错的 当然这些加仓计划加完之后 回到指数层面上 如果真的破位了干嘛呢 两种方式嘛 第一个你这些地方 我刚才那些加仓点位 实际上它都是要破掉下方的圈圈 去到这个圈圈有可能才加的上的 中间可能是加不上的 刚才我给的那些点位 这些地方可能是加不上的 就是第三个圈加不上 它得到第三个圈到200均这个地方 才能可能加的上 所以这就是一个极限的 对我来讲是个极限的防守位置了 如果这个地方守不住 继续去下破下方的牛熊分界 OK 那我就两种方法 第一个减仓 第二个我会把put会加上 有些股票如果我看到 下杀力度比较弱的情况下 我会直接用put的形式 并不去减仓它 好吧 特别对于优质股票来讲 我是做周期性的来讲的话 我可能会采用这两种方式会选一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大的一个思考方向的问题 我从这如果往下跌 一直加到下方的位置 我预计我的仓位可能会提升到 差不多50%左右了 或者略微超过50% 这个就算是我已经开始在准备 比较重的仓位去参与在这个地方的 一个投资了 这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大致的计划 即便是这个地方 我们说OK破了 破了能怎么样呢 破了我就是牛熊分界线200均 到下方的这段距离我的浮亏只有这么多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没有去大幅损失我的本金 我不是在这个地方高点最高点买入满仓 对吧 中间看着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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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下边一半的资金没有了 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 像这种浮跌的话 浮跌到这的话 本金的亏损没有什么太多的 所以这就是对于全盘的一个大致的规划吧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关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运行的状况 所以跌可以 跌可以 但是跌对于清仓的朋友是机会 对于重仓的朋友 你还是要考量 你还是要考量 你到底怎么去思考 哪的股票值不值得你去重仓 不值得的话反弹你要减仓 首先把仓位要降下来 才是王道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